历代至上 第23章 大魏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 大魏招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立位人。 大魏将立位人格顺、戈侠、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 格顺的子孙有拉旦和士美,拉旦的长子是耶歇,还有西坦和约尔共三人。 士美的儿子是士罗密、哈薛、哈兰三人,这是拉旦族的族长。 士美的儿子是亚哈、戏拿、耶乌施、比利亚共四人。 亚哈是长子、戏撒是次子。 但耶乌施和比利亚的子孙不多,所以算为一族。 戈侠的儿子是暗南、以斯哈、西伯伦、乌靴共四人。 暗南的儿子是亚伦、摩西。 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好分别致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 至于神人摩西,他的子孙,名字记在立位之派的册上。 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 格顺的长子是西布叶。 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 以利以谢没有别的儿子,但利哈比亚的子孙甚多。 以斯哈的长子是士罗密。 西伯伦的长子是耶利亚。 四子是亚玛利亚。 三子是亚哈西。 四子是耶加面。 乌靴的长子是米加。 四子是耶西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母士。 摩利的儿子是伊利亚撒、基士。 伊利亚撒死了,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他们本族基士的儿子娶了他们为妻。 母士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共三人。 以上利为子孙做族长的,照着南丁的树木,从二十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 大卫说。 伊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 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 利为人不必再台帐木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 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利为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被赎点。 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圣物。 就是办神殿的事物,并管理陈设柄、素季的细面或五角薄柄,或用盘烤或用油调和的物。 并管理各样的声斗尺度。 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暗树照例,将凡记常常献给耶和华。 又看守会幕和圣所,并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反耶和华殿的事。